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的经文 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老里去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四节的王将道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但要叫四人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起来 我们走吧 上周的成岛 我们也分享了这段经文 那耶稣是在门徒们惊恐害怕的时候 犹大出卖他的时候 彼得即将三次不认他 而且他马上要面对 死架的苦行 为你我的罪被定死在死架上的时候 耶稣说了这句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那耶稣赐给我们的 赐给当时的门徒 今天的我们的平安 就是他自己 上星期我们提到 这是应验了 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 当雅各给犹大祝福的说了一句话 就有一位赐平安者将从犹大支派出来 万民要归颂他 所以耶稣这句话实际上就是那个应验 人类没有平安是因为被内的神 以身为敌 那真正的平安是因为耶稣在死架上 用自己完全圣洁的生命 为我们代赎 使他的义成为利益 我们能够因信诚意 以身和好 而有的平安 所以这个平安是超越苦难 而有的平安 也是魔鬼撒旦 不能嚼导的平安 因为我们已经不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了 已经出黑暗如光明 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 所以这个平安能超越苦难 超越环境 因为我们有了永生的确击 这也是为什么门徒们在耶稣复活 升天圣灵降下后 他们不再惧怕 不再惧怕的原因 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极大的不一样 那一个人身处患难 却仍有平安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困难的事 但是耶稣在这里还说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为我到我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那耶稣说这句话 他自己刚才说过 马上要遭遇大患难了 还可以喜乐 的确基督徒的喜乐和平安 是密不可分的 好像一个twin一样的 也是这个世界不能理解的喜乐 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喜乐 因为世上的喜乐 都是建立在短暂的事物上 我们华人文化中 有所谓的世大喜 就是建立在短暂的喜乐上的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什么所谓的洞房花猪夜 花猪夜 金旁提名时 酒汉逢甘雨 他乡欲固滋 那这所谓的世大喜乐 都是世人所盼望的 但却是短暂的 那我们幸福小组的地 周的主题 真幸福 也是让我们的best知道 我们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喜乐 以幸福 是以世人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小组当中通过弟兄姊妹的 见证来显明 乃至耶稣的喜乐 以幸福 这也是让我们的best 那是最感动的地方 因为虽有患难 人有平安 而门徒们告诉 因为耶稣告诉他们 他要离开他们 要被钉十字架 他们因此惧怕不平安 那在这个时候 主耶稣要他们以盼望的眼光 来看待 他离开他们这件事情 就是他要成就的事情 要他们因为主所应许的复活而喜乐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就因我到父那里去就比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两个 拥有超越环境而喜乐的历绝 第一个就是盼望 主虽然暂时离开他们 但是他应许还要回到他们那里 所以这是对复活的一个盼望 对于主耶稣基督 应许再来的盼望 是私人所没有的 这也是为什么神的耳里 能有这个世界没有的喜乐 能有这个世界不能夺去的喜乐 这是我们的见证 最能出动人心的地方 虽然困境人在 就像刚刚才我们参加的 诗歌一样 无花树也不结果 眷里没有流洋 但是仍然可以喜乐 困境虽然在 难处没有消失 但因着对主的盼望 使我们有力量胜过苦难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 也是这样成为我们的榜样的 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节 要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功的耶稣 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教会最近有些弟兄姊妹 有这样那样的难处 有的是因为身体的疾病 有的是因为家人的 身体的生病 有的是因为工作 或者其他难处 我们不知道非常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不了解 但是主都知道 愿所有在患难中 神而略 因着盼望 有出人意料的喜乐 那另外一个秘诀 就是爱主 在这一段经文 刚才读的经文中 爱出现了两次 一是主耶稣告诉门徒 若爱他就必喜乐 那为什么爱主 可以成为我们 有喜乐的原因呢 我相信以三十一节的经文 密切相关 那里耶稣 讲到对父神的爱 都是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这里耶稣以一个完全人的身份 表达什么是爱神 爱神就是顺服神 神怎么说 我就怎么相信 就怎样行 这句话既是主耶稣 为我们成了顺服的榜样 也是我们能够爱主的原因 因为没有主耶稣的完全顺服 就没有十字架的救恩 我们也不可能领受主耶稣 也不知道什么是实际上的大爱 也不可能懂得什么是爱主 所以只有经历救赎大爱的人 才能够有爱主的生命 也愿意顺服主 也就一定能有超越环境 困苦的喜乐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拣选了我们 从万中呼召了我们 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主因着你先爱我们 让我们愿意来爱你 并遵守主你自己的命令 顺服主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 在患难中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 为什么有这些难处 临到我们 但是你跟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 主你在十字架上 是我们顺服的榜样 是千倍的榜样 主你完全彻底的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叫我们今天 跟随你的人 能够效法你 跟随你的角动性 主啊 就求你亲自的安慰 所有在难处的 弟兄姊妹 因为你的喜乐 可以成为他们的力量 你的喜乐 应有的救恩 成为我们的盼望 从我们靠住 能够胜过 这些困境 环境 病痛的源头 愿主继续地带领 你自己的教会 带领众弟兄姊妹 特别是那些 有难处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的祷告 能够给他们带来 力量 带来帮助 也让他们知道 他们在这个家中 并不孤单 因为我们和他们 一起来 共同走这个天路 走永恒的道路 我们一同来 彼此扶持 彼此鼓励 来走过这些 艰难的时刻 愿主继续 我们同在 也垂听我们众人 随后的祷告 我们在那祷告 仰望请求 侍奉救主 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